欢迎收看影音即逝 7月7日是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逝世9周年的纪念日 杨小凯早年经历坎坷 后半生旅居海外 英年早逝 他对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影响绵延至今 这其中既有他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发展上的惊人突破 更少不了他在中国社会转型问题上的深刻见解 杨小凯一生拥有两个名字 杨西光和杨小凯 文革爆发时 杨小凯是湖南长沙的高中学生 他经过独立思考 写出了文章 中国向何处去 对于中国的社会 政治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做出与官方迥异的分析与预言 为此 19次的他被捕无欲 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十年读刑 十年监禁 让杨小凯吃尽骨头 却让他接受了好几遍高等教育 在思想上日渐成熟 就凡是跟杨小凯交往的人 都认为他是一种拼命善老的经人 工作学绩都有这种经人 杨小凯是没有说过系统的 连个的本科生的 硕士生的教育训语 而接接共的博士学会 经济博士学会 然后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方面 要银创了一个新兴的古典经济学派 用新的经济分析框架 吃到了这些请求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他那种平民精勇和还讲意志 在年长育有的帮助下 杨小凯学习高等数学 英语 电机学和机械制度 通读资本论和世界通识 并且推导出当时经济理论界 最前沿的定律或者模型 他研究经济理论的天赋 开始显现出来 1978年 已是而立之年的杨小凯 刑满获失 此时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 这位著名反动文章作者 在家乡湖南大学数学系 旁听了一年课之后 杨小凯决定以辱名小凯 重新开始生活 1980年 在时任副院长余光远的帮助下 杨小凯以实习研究员的身份 被社科院录取 并且发表了 《经济控制论初步》等作品 杨小凯深切地感受到 文革给中国经济学研究造成的困扰 去西方取经 《学点真本事》成为这一代年轻学者的热气气派 所以他就拿到我家里来 到家里来 他就说希望我推荐一本经济学年诸物 就是英文书 然后他就说我翻译翻译 也可以通过翻译 也可以学的经济学的智学 这个面望是很好的 我就在我的家里的书房里 家里的房子里 这书家上就拿了一本 波兰经济学家 奥斯卡兰克的 这个经济空出论的导论 经济空出论导论 这本书给他 我说这本还是比较有名的著作 这本书也不厚 两个礼拜以后 他把页稿送到我家里来了 这个我很惊讶 这么快 谁说这书不是太好 但是翻译也不是那么快 也要经济给我学习 要我帮助他去美国学习 那么这个东西 就以前都不可能个人的 都是应该是组织的 是吧 所以我刚刚说 你要等待机会 等待机会的学习 那么他在信里呢 老是写的 最后就说你都敲锦一袋 而且有的时候 把敲锦一袋四个人写得很大 这个心情是寒言的 可以理解人啊 1982年 来到武汉大学讲学的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邹志庄 带来了改变杨小凯命运的机会 邹志庄不仅推荐杨小凯 进入普林斯顿大学 甚至直接写信给时任中国总理 要求武汉大学给杨小凯开绿灯 1983年 经历诸多磨难的杨小凯 终于踏上了赴美求学之路 此后 他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上的成果 一发不可收拾 那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体系啊 所以他的这个研究不是像 现在的那些博士论文 比如说只是研究一个局部的问题 它是整个一个框架 一个体系 基本的就出现了 一个新的跟前面的经济学的体系 有很大的改进啊 1988年 杨小凯获得普林斯顿大学 经济学博士学位后 赴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 其间他的研究奥地利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之上 开创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 及其超边际分析方法的新领域 他的学术文章经常发表在 美国顶级经济学杂志上 而杨小凯做学问的态度 与当年狱中求学之真诚并无二致 你把他搞得更明白 你发现他里面问题他最高兴的 那你可以说他很难受的 但他心里面也没有面子 他脸也灰红的 但是他知道这个是对的 他会非常喜欢你 那很欣赏你的 那这个就是真的是求真啊 做学问啊 2002年和2003年 因为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杰出贡献 杨小凯两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 美国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 称赞其为世界上最有洞察力 和严谨的经济理论奖 是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谓的分析家之一 上世纪80年代 国内经济学界关于中国后发优质的讨论异常激烈 对此杨小凯却有不同看法 他说中国就是模仿技术 模仿工业化模式 不模仿制度 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后发劣势 你光模仿技术 就等于你造了许多汽车 而没有建高速公路 制度就是高速公路 杨小凯后发劣势的假说 影响了很多当代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 经济学教授周七仁更加直言不讳 从杨小凯那里收益最深的 就是他对局势散赏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 一直持有清醒的保留和怀疑 这种保留和怀疑 来此将小凯对中国发展面临问题的深刻体验 他说 小凯认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劳动分工水平 要提升分工水平 就要解决更高水平分工的协调问题 其中制度条件非常关键 核心就是产权制度 杨小凯始终关注中国的政治制度变迁 他先后提出了开放户籍 破除行业垄断 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建议 他也曾经说过 如与中国经济发展长久延续 关键中的关键就是打破政府对商业以及贸易活动的垄断 限制政府对贸易的干预 中国才能向500年前的英国真正的腾飞 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条条切中中国经济发展的要害 2001年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 并于2004年7月并逝于墨尔本家中 享年56岁 中国想何处去是他一生的追问 感谢收看本期影音济世 我是顾浩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